哇 各位 我們今天終於來吃這個兩餐 韓國年糕火鍋 無限量吃到飽 他真的還蠻 還蠻划算的感覺 他這樣子才多少 一個人才399 然後肉吃到飽 然後所有的炸物也都吃到飽 所以你沒有吃完還不夠 對 沒有 如果你浪費 他說如果你浪費太多的話 他會收50塊 你不要拿 唉唷 小朋友 真的是氣死你 你最近真的很皮喔 巴比特真的是 搞到快封掉了 臭小 微雞雞什麼微雞雞是什麼意思 你啊 你沒有影片的是不是 他這個有這個 餃子 還有這個 很香 對 很酷 有 有 有 這個就是重作中的這個 起司 來來來來 烤火車 阿瑪 阿瑪 這是海苔捲 最近都喜歡這樣 就是吃東西都喜歡鹹火 然後就掉了沒有專業吃 超小的 然後它這個就是這樣子 中間是鍋 然後外面是起司 然後起司又加了130元 你為什麼要加 因為我想要吃吃看 我每次看人家的麵包 我都覺得很厲害 就是每次 不是看人家的麵包 然後他說這個是醬 他是這樣 Oh my god 然後這樣沾這個起司 加是對的 完全 你是不是夾他不喜歡吃的啊 他就餃子啊 那個剛剛那個 剛剛薯條被夾完了 不然我夾個肉肉給他 你應該吃吃看好不好 我吃過了 沒有想像中的鹹 剛剛默默說 這個醬啊 這個醬是店員調的 對 因為他有說你可以自己調醬汁 或者是 店員幫你調 然後我們想說第一次吃 就讓他調 我覺得不會很鹹啊 沒有想像中 顏色 沒有顏色上這麼鹹 然後打擾一下 今天兩位點399加一份起司 在上角外面那邊喔 謝謝 嗯 肉肉他就OK 太多了 然後他有這個耶 他這個魚板就是韓式魚板 好像很不賴喔 我也太多肉了 而且他的 他的那個 他魚板很可以耶 他魚板蠻香的 然後他這個起司呢 是拿來沾 就是 拿來 這樣沾著吃 你還要嗎 他不要他吐出來 肉也吐出來 那他只能去 拿那個薯條啦 那他只能去拿那個薯條啦 那他只能去拿那個薯條啦 然後 然後 你有沾這個起司嗎 我覺得還不錯耶 這種吃法很特別 有沒有這樣 你很胖耶 不會 這樣不會很胖 你說胖 對胖 會 我經常很燙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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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不要吃海苔 來 自己拿 吃 沒有給Cookie Monster吃啦 自己吃啦 要不然拿起司給他吃好 起司嗎 你這個也不要 你那個也不要 你現在吃怎樣 很挑耶 這裡什麼都不要 你餓得要吃吃 你要吃它變 他給你吃起司 魚板咧 他魚板吃 他沒有給他吃到 起司 起司 你下面你看 你都給人家吃成這樣 挑耶 你看這小子 這兩個禮拜 他真的贏到一個 在挑戰我們 這個耐心 你知道嗎 真的是 沒有下去喔 沒有下去喔 沒有下去 我去拿 我們煮麵麵給你吃好不好 煮麵麵 煮麵麵 我們先去拿麵麵 好 剛剛經過一番激戰 睡著就睡著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最近 我們正式 正式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小孩 會開始各種摔東西 各種 你們看到那樣 真的是 非常值得挑戰 好 這個 只有我的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 那個 再大家去看一下 他的八台 就是 他吃到你還有什麼東西 好的 那他呢 這裡呢 就是一些火鍋料 你要煮的料 都在這邊 然後這裡有一些醬 肉片的沾醬 然後 然後這裡有炸物 他炸物就是有魷魚薯條 然後 蘇炸海苔捲 炸地瓜 然後還有餃子 還有雞塊 我剛剛有吃過幾樣 我覺得 薯條普通 然後他的雞塊還不錯 然後 海苔捲蠻特別 然後餃子OK 只是他的皮會有點硬 小朋友可能比較 咬不動 但我覺得味道很OK 然後再過來這裡就是 他的那個 配醬 配醬群 就是 你那個鍋底啊 你就可以在這邊配醬 看你想要怎麼配醬 這樣 然後這個啦 當然就是 大家看到的這個 韓式的 韓國魚板湯 對 就是韓國魚板 如果有在看韓劇 就知道 OK 那在 飲料的部分呢 其實他還蠻多的 就是有這種氣泡飲 然後 隔壁是 隔壁是 隔壁是芒果 OK 大概 大概 大概是 啊 什麼 大概是 大概他的 這邊就是這個樣子 總共費用 我們是這樣 他原本是299 然後 299呢 然後你 如果你的肉 會吃超過兩盤的話 那你就是 直接可以升級成 399 因為他一盤肉就是一百 那你升級399以後呢 你的肉 你就可以無限點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這個測算很聰明 因為 我們 剛剛大概是吃兩盤肉 對 我們是吃到飽啊 對 就是 我們點了兩盤肉 但我覺得剛剛好 就是 這兩盤肉吃起來是剛剛好 但是你說 我們要再吃一盤 好像也吃不太假 就以為我們兩個來說 他每個人食量不一樣 但是 但是你已經點了兩盤 所以其實你已經等同於 跟 吃到飽是一樣的價格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是有金送貨 沒有啊 沒有浪費兩百塊 因為 你看我們吃兩盤肉啊 一盤 是一百塊啊 所以 再怎麼樣 你點兩盤肉 你再加 也是加兩百啊 是一樣的 只是你現在就是 但是 但是現在就呈現一個狀態就是 你現在兩盤肉吃完了 你現在想要 讓吃到飽更划算 就是再吃一盤以上的肉 你才會賺到 就是再吃一盤肉 你才會算吃到飽有賺到 不然你就是 其實跟單點是一樣的價格 就是沒有差 然後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兩個人就是399 然後 再加上這個 你覺得這個有必要加嗎 先不考慮熱量 你覺得好吃嗎 還行 還行 就是蠻特別的吃法 就是 因為 我覺得這裡他 做起來會有點鹹 然後 然後這個炸雞 不要緊 這本來要弄給菇菇吃 然後呢 這個呢 本來 我覺得他有一點中和他的感覺 可是這個熱量真的會很 我覺得這個熱量一定超很 超級大熱量 但是我覺得這個 跟這個搭起來是 match的 但如果 但我覺得啦 我覺得如果有加這個的話 你就真的不一定要吃到吧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有一點 增加你的飽度 畢竟他是起司 吃到那邊會有一點膩 這樣 所以我覺得還 還OK啦 還OK 然後這一鍋 這個邊邊的起司 是139 所以加起來的話 大概就是 400 400 加139 大概就是800 939 900多塊左右 還在加一層 大概就是1000塊 我們兩個人這樣吃 所以其實 加起來還是差不多啦 還是差不多 要1000塊左右 原本我還想說 哇 299 現在還有吃到吧 299 但 看來不是我想的這麼簡單 大概就是1000塊 1千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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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吃 吃這個鍋 那至於推不推薦嗎 我覺得 你愛吃韓式的 可以來試試看 不怕熱量的 你可以試試看 那 如果你不是特別餓 或者是 你對韓式料理沒有特別追求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不會喜歡它 那 你可能還是會去 多個地方吃 一個 泰式之類的 會比較適合你 好啦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把這影片分享出去 如果 如果 你有朋友還沒有吃過 想來吃的話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